好了,又是我未來和大家玩玩玩具的環節 今期想和大家玩的八綠的紀念版 應該說這個系列是鞋子寶重啟電影版 和一些經典角色的紀念版的一個系列 就是工作室系列,八綠電影版的阿士 這隻很明顯就有些致敬這隻 我已經變了一部車了 是IDW的那隻 我來看看 先開了boxx 這一隻就看得到18個步驟就可以變成阿士 我這隻阿士有中獎的 轉為大家來看看 裡面這個我就不拿了,說明書就在後面 是很明顯的 看看說明書吧 那步驟其實都... 其實阿士都是... 屬於是... 就是這樣... 車底... 車底變法 其實不看說明書都應該可以變得到 好了,我們來看看 那它裡面就有... 內籠 就是彩博星的那個... 標誌 即是那個叫什麼... 基地 應該我這樣說比較貼切一點 它是有... 兩套的 裡面還有一套是完整沒有... 缺損的 給你做... 那個... 背景版 那我就不拿出來了 看看一支槍先吧 細節其實都... 幾動一下 那這部車就是彩博星的那些跑車 很明顯那個... 造型的尺寸跟那個IDW 這部是... 99%相似 那先變成型 看看吧 那這隻腳... 那我這隻呢... 就是有個缺陷 就是這裏了 花獨啊? 我不知道它發生什麼事的 那... 但是... 這個問題的話呢 我這隻就... 其他都沒有太大真理問題 因為它太久沒有玩這隻 我都不太記得怎麼變 大概就是這樣啦 這裏應該我記得... 噢...有些印象啦 好嗎? 這次好像就是... 那一本就不介意了 我記憶了 我已經聽到 我們應該很明顯 那一本就有個好看 我要… 要看完 你已經快不到 就是這樣,我忘記了這部,這部要先屈下來,原來是這樣的 屈下來,再試一次給大家看,屈下來 這個位置,才可以完全吸進去 這隻RSI不看算明書,其實都可以閉上眼睛都會變形 這裡要轉過來 就是這樣的,這裡是類似一個連鎖屈洞的關節 就是靠這樣來套緊他的腳 所以,這個位置完全是固不住的 會這樣,這個就 你說它是設計問題又可以,你說它是致命箱又可以 接著就可以了 接著這裡就再按進去,整隻RSI就出來了 看得出它的型,其實是有點接近那個叫什麼 呃... MP的RSI 我個人覺得目前最漂亮的RSI應該是這隻 接著就 看看可洞 先把手動 手動 腳動 腳動 就是這樣,一動它就會移下來 它不算是沒有做那些叫狗咬位 來扯緊它 腳動 腳動 又出來了 所以這隻RSI最大的缺點就是這樣 撇除這個問題,其實這隻就沒有太大的質量問題 那就是一支槍 再看扣造 這裡 它這裡是類似一條軸配的球翼 那我們再看看IDW那隻 IDW那隻我變了形態 我怕會忘記怎麼變 扣造其實是完全不一樣的 那當年的IDW其實挺良心的 我這裡中了獎 我這裡沒有游息的 那但是我又接受的 那其實是 RSI的那個 任何的設計 不論MP有IDW有第三方 甚至各產都 全部都是奢包人的 這裏呢 就能看到扣造的設計 那隻腳 很明顯是跟這隻新版的 大家看看 明顯的設計是不同的 新版是簡約 簡連很多 而且容易很多 但是形狀出來更加漂亮 當然 當年的IDW並不是說它差 但是基於當年的技術問題 就只能夠說是 不甚完美 只能夠這樣說 只能夠這樣說 那隻手就是這樣 然後這裏應該要這樣轉過來 這裏 那隻腳就變形了 然後就 然後就 這個我記得那時候 我是拆了它 這個好像是 這個屈了 好像不是另一隻RSI 不是這隻RSI 這一條軸其實是很幼的 這隻IDW版 我就不單獨開視頻給大家看 這隻IDW 因為那個盒子都不知道 掉了一遍 好像掉了很久 現在粗略這樣 變一變 就是用來兩隻對比的同事 當跟大家分享 IDW這隻最大的決定就是這裏 卡不住 這一隻最大的決定就是這裏 又是卡不住 所以它每一代的官方設計 都一定是有少許質量問題 但是那個質量是 究竟很壞參差 還是 就是 各花入各眼呢 就你們去衡量了 IDW版的就是 下半身這裏是臃腫的 新版這隻就 整隻瘦相 但是頭部應該是一致的 完全一樣 大概就是這樣 甚至是手也是沒有變的 舉個例子給大家看看 這隻手那裏 這隻是IDW版的 接著這隻是新版86版 完全一模一樣 唯一可能不同的就是這個C型手 這裏變成 大概就是這樣 基本上玩到這裏就七七八八了 我們下期再見 拜拜 我們下期再見